今早我們邀請了經文聯的議員石禮謙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石禮謙本身也是地產建造界功能組別的議員 早安 議員 早安 剛剛聽到梁振英昨天去過午餐會 說就說傾場拆會的房屋策略 不過主題一轉 其實大部份是關於雙辣椒修訂的問題 最近石禮謙經常見到 說你會不滿政府雙辣椒的方案 所以會提出這項修訂 提出那項修訂 昨天梁振英擺明斑馬 因為那是他主場 專業聯盟搞的午餐會 專業聯盟主席劉炳章 然後那些糧粉坐在下面 每個人都覺得在這裏齊鼓掌 覺得手槓得好 他出來 梁振英昨天的訊息 是相當明確的 就是說任何修訂 我都不會要的了 因為有漏洞 我會照原裝去這個雙辣椒 怎麼看呢 石禮謙 第一 從一個行政立法的角度去看 我都做了十三年的立法會議員 我覺得行政當局有一點是 是給不到立法局的尊重 尊重 我們都未開始去說 這個修訂的條文 可以說得我修訂 自己修訂條文 現在都是在寫的 如果我們開一些 法案的委員會 政府都要來聽我們說 雖然我已經說了七個月 但是現在我修訂條文 都未拿出來 有一個這麼高姿態的特首要出來護航 我覺得一個政府 文明的政府 真的要聽市民說的話 就算我們在立法會 我們都是一個小市民在 代表很多不同的聲音在裏面 先聽 而後決定 一做了決定 未聽人說的話 這樣決定 我覺得這個香港也挺可怕的 即是你覺得梁振英 昨天這樣出來 就是不尊重你們了 那不是尊不尊重的問題 這是尊重別人給的 還有尊重他個人的品德 即是他沒有品德 但是立法會和行政當局 有自己的角色去做 特首已經在很多場面 在觀塘 我記得最近 他說這些辣椒 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們做立法者 聽到特首都說 都不是十全十美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美化了去 我說了很多次 我是代表地產建造業的 我都是支持辣椒的 但是我要微調 微調都不行 這個社會是去到什麼階段 我們不是可以說 哪個偉大的領導 說句話我們要聽 香港還有言論 昨天午餐會這樣說了 然後你看到電子傳媒 或者即時新聞 其實全部的焦點 都落了在政府說 不會接納任何商納礁修訂 這個是目度的 什麼長遠房屋策略 一句都沒有 你聽到這些新聞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沒有什麼所謂 會不會很生氣呢 因為特首當然是有特首的理由去說話 我也是尊重特首的 但是當特首 或者是給他的職員 或者他的官員 在一方面 我們還在進行審議 這些條例在這裏 他都不去聽議員說的話 那你開會來做什麼呢 我們做議員 是不是真的一個橡皮圖章 特首要說什麼 我們要去做什麼 那會不會真的顯示 他覺得你們的經民聯 是橡皮圖章 應該是橡皮圖章來的嘛 那你幹嘛修正 如果你看回經民聯 看回經民聯 看回我自己 我們是其是 非其非 我們有話可以說的 不是代表我們不支持政府 我們睜開眼睛去支持政府 政府錯了 我們不告訴他們 這次我想說一說 這三個辣椒 我在業界 我們支持辣椒 任何打擊 炒賣 樓宇 那方住宅的 我是支持的 但是那個問題 我牽涉到現在 我們這三條辣椒 或者很多市民不瞭解 牽涉到 一個基本法的權益 那不如具體說一下 你究竟現在是想提什麼修訂 我提兩個修訂 第一個修訂 就是香港人 用香港公司 買香港樓 我修訂 很可惜 政府都還沒看過我修訂 我修訂 我修訂是任何這些 這些 永久居民 永久居民 是用一間香港公司買樓 他先要付 這個 這個 買家印花稅 在三年內 他三年內 他是要申報 在三年內 他沒有轉過股東 沒有轉過 又沒有轉過董事 又沒有買賣過 他應該在這個條例裏面 那時候的炒封應該沒有 給他錢 好了 這個不是新的 政府自己兩個星期前 都有一個修訂上來 所以昨天 所謂不是新的 有一個修訂上來 那個是什麼 那個也是好 那個修訂 就是由地產商 在舊區裏面 買賣樓宇 如果買到100% 他們就可以執行 這個市區重建 那麼他們付了 這個 這個 15%的 賣家印花稅 就可以回籠的 我就跟著 這個原則 跟著這個 邏輯 去提供我的修訂 即是你參考了他的 不是我不是參考 我只照抄 所以特首說 我家機器 任何的修訂都不可以接受 他自己的修訂就可以接受 有一點是 好像小鳥吃餅一樣 他自己做就行 人做就不行 這個社會不是這樣的 簡單說你第一個修訂就是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承諾三年來不會轉董事 麻煩你買賣樓宇 所以你退回給我 這個簡單說法 是的 很簡單 就算我講市民的權利在這裏 如果我們去申請一間公屋 或申請一個公援的 這個是受政府的資助的 政府當然有權 他說你住夠七年給你 就算現在我們是買樓 我們行使一個基本法 賦予給我們的 基本法105 105條文 任何人 任何公司都可以買賣樓宇 他說保障私人財產 他不是不保障你 他要你加多些稅 你先聽他講 從這條例去看 接著我有權去行使 在基本法25條 基本法25條 所有香港市民都沒有說永久居民 市民在法例上是平等的 為什麼我做一個香港永久居民 用我自己的名字去買樓 就不用給15% 為什麼我用一間香港公司 又申報我 也不會動任何的東西 你就要我給15% 我正在行使我的權利 為什麼要用錢買我行使我的權利 如果受因為我明白 所以這個是違反了基本法25條 同時他做了兩等的永久居民 一等就聽他說 一等就不聽話就要給錢 不過石議員 你這條25條就難打很多 因為功能組別也打不到 在法庭上也沒有說違反25條 其實功能組別更加違反25條 我現在在說市民的行使 你不要說功能組別 我們在說公民組別 我們在說公民組別 今早我們說 一起聊天就什麼都說 不要緊 說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不要 這個不是簡單的事 不是小事 這個行使這個權利是賦予我們去做這件事 我們這個事就是行使我們的權利 不過我很有興趣說回你剛才的修訂 你就是說如果三年證實到他沒有買賣 那就是不是炒賣 所以就不應該加這個稅 其實這個構思 其實報紙上我應該沒發覺你沒有說出來 因為我還是在寫著 其實政府是否知道的呢 有沒有收到封 你有沒有跟政府有很多交流 真的有交流過 那你知不知道你有這樣的構思 我還沒看過原文 好像我們的委員會也沒看過原文 所以為什麼政府可以馬上說我不聽 任何事都不聽 不是這樣 一個文明政府不是這樣 你聽了對與不對 你跟我辯論 解釋 為什麼你做不到 不要說你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政府無能的 因為你剛才那一個 因為你剛才那一個 一天說不可以讓人有機會去炒賣 為什麼他不可以相信市民 他叫市民相信他 好像英文說trust me 他叫人相信他 他就不去相信人 這個不是基礎 做人的基礎是大家互相 有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互相尊重 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尊重 用互相互信的角度去看 那會不會他現在是策略上需要呢 因為他自己 你看到今天報紙 也有很多放風出來說 梁振英不能退 現在他上任了年紀 你知民望又低 這樣又做不到 那樣又做不到 現在唯一一個雙壓招 被市民看到 某程度好像 樓價就沒有大跌 但起碼凍結了 就不會升到BB 所以如果他再退 就讓人感覺他很軟弱 就幫地產商 幫地產界 所以他不能退 策略上他一定不會退 那今天報紙也有很多 這些小框框 有很多這樣的放風 衛玲啊 這個是報紙怎麼看 角度怎麼看 我覺得一個好的領導 沒有一件事說我硬 就叫好的 一個領導是聽市民去說 就算我是功能組別 我在這方面 我看到有很多情況 是對整體的經濟不好 整體我們去行使 我們公民的權利是有影響的 不要理會我是功能組別 或者我是直選 我們是每一個議員 都要去宣誓 宣誓要維護這個基本法 譬如現在別人不讓你去說話 你就會很大聲 你說我有個發言權 這些權是很多人 不理解到自己有這個權 但當政府在一個這樣的情況 用打擊這個炒賣樓宇 是要食入我們公民的權利 這是很嚴重的 其實你說到政府違反這麼多條基本法 為什麼現在進去做JR 做施罰覆核的決定 我只是有一個責任 我責任做一個立法會 我就是在我責任做這些修訂 希望他去解決這個問題 每一樣東西都要上JR JR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即是你一定不會JR他 我不會JR他 因為他不聽 這是政府自己的事 這些議員支持我 議員有自己去批准 但政府犯法 JR他不是擔心 這次你真的覺得他不對 行政 立法 還有司法 這是司法自己去看 這是很多很厲害的大狀在立法會 我只是一個小市民 我從這個角度來看 任何法例是有這樣的 令到你有這樣的懷疑 我提出來 那你就解釋給我聽 不是 但我解釋也不解釋 說我不聽 那不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你剛才也說 你爭取其他同事的支持 如果在立法會數夠票 就算政府不想做你都會過到 那現在在立法會數夠票還沒有 立法會數不數夠票 我條文都還沒有出外面 那你有沒有跟政黨摸下底 每一個政黨 為例很簡單 特首就說用公司買樓 就是有機會被人利用炒樓 特首也是用公司去買兩間山頂房子 陳茂波也是用四、五間公司去買38萬個地 所以他就知道用公司就是打算炒 有很多議員 就算是陶謹申 都是用一間公司去買寫字樓 租還給他 那你查過的? 這些是公眾的資料 有多少議員我自己也有用公司去買 是不是我要做炒家呢? 不是的 這是經常的 很多是經濟的選擇 但事實上很多人都是 你看看亞視就知道 說就說那個大股東 實質給我錢 所以很多人叫過香港人 親戚也好 香港公司幫我買 背後實質持有可能是內地人 你說得非常好 鎮英就是選擇性去相信市民 因為他說你用自己買樓 沒有人會用國內或國外的人 來炒香港樓 有很多私人的樓是代表其他人去買 他們又不用申報 我在我的條文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要申報 假的申報就是要坐牢 即是要宣誓他們 對 宣誓申報 要坐牢 因為這些是違反了士丹條例 所以我有這麼多點 他全部保住 一步一步去保住 他說任何的情況 他不相信別人是很困難的 相信別人是一個 從你自己的心去發出來的 他一個人是不相信別人的 他就不相信 但一個好的領導 就要聽市民說 所以為什麼 我是支持鎮英在立法會那裡 就是因為他拿著一本白紙簿 帶著一種鄧姐樂區 聽別人說 那他現在沒有拿 你是不是不支持他 我不是不支持他 我只是希望他完美 完美這件事 他都說他十轉十未 我是微調而已 微調也不行 不是吧 我不是要他聽我說 不是聽我說完要做 我只是反映一個事給他聽 他都聽一下 聽都不聽 就說完全不可能談 那怎麼還是談判 哪是行政立法的關係 怎麼可以搞得好 其實你是兩個修訂 那爭取時間 不是第二個修訂 第二個修訂 是從稅收去看的 另外那個影響到香港經濟運作 就是那個雙倍印花稅 這個雙倍印花稅 是工商業樓與買賣 都要給8.25% 這個我就很奇怪了 基本法108 香港是一個低稅率的人 你知道回歸之前回歸之後 聽眾如果有興趣的這個題目 如果有興趣的這個題目 就是108 108就是低稅率 這個23.5不是低稅率 聽眾如果有興趣的這個題目 就是108就是低稅率 108就是低稅率 這個23.5不是低稅率 我們要先去廣告 回來之後再談 聽眾如果有興趣的這個題目 都可以打來1872881 1872881 和石禮謙一起討論 回來繼續和石禮謙議員 討論雙辣椒的修訂 石禮謙 剛才聽到你的修訂 例如公司買樓的 就說要在三年內 其實都沒有買賣 就應該給他稅 其實又要宣誓 我覺得聽下去都很合理 你現在令梁振英很慘 因為他就說了不會接受任何修訂 但是這個修訂 我覺得令到他都進退維穀 不過我都會想問 現在雙辣椒對市民來說 你真的看到樓價暫時凍結了 沒有之前梁振英 起初說要搞樓價 但他上任之後 樓價還升到嬰嬰嬰嬰 嚇死大家 吹出了雙辣椒之後 就真的可以冷卻到 所以從市民的利益來說 衛玲啊 我先去 對不起 你不認同 自從第一個辣椒 所以我是支持辣椒的 你看回我 我是支持辣椒 是任何打擊炒賣樓宇的 每一個人想看到樓價還升到 都沒有可能去買 但現在就凍結了 樓價沒有升得那麼厲害 對不起沒有凍結 我解釋給你聽好嗎 一個問題 我們信數字 你信數字 我也信數字 2010年 第一招 第一招 那2010年的成交 是156,000噸 單買賣 現在七萬左右 2011年 去到九萬六 2012年 去到九萬一 2013年 頭七個月 去到三萬一 當我們是這個辣椒 那時候 如果你看回立法會的文件 很多人 我是其中之一 就說 你拿這個辣椒 你只是 使得成交低 但是成交低 就是折高的價錢 那個價錢 由2010年 到現在 升了35% 不是因為這第三個辣椒 使得市沒有穩定 仍然在升 仍然在升 現在整個高地價政策 現在政府 一直在說樓價高 但是誰使得樓價高 每政府過去的兩年 最大得益者 所有政府賣出來的地 是新高的 當麵粉是貴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罵麵包是貴的呢 麵包都要用麵粉去做的 政府如果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加快去使得市民可以買到 可以有居住的環境 建多些公屋 建多些居屋 這樣去看 還有一個時間去做 所以就算地產界 在這方面 過去的2010年和2013年 都是穩定在供應 在11000至12000 但是如果你從2012年年中 到現在真的凍結了 不過這個問題 我們不如聽聽聽眾的電話 因為等了很久 電話上有位恩生 早晨了恩生 伊恩生你是禮研會區的總主任 殷兆威牧師 你好 早晨 殷牧師 早晨 李慧玲先生 我覺得梁振英先生 真的這樣的說法 令到我們很失望 譬如在團體裡面 我們屬於教會 在教會街 我們不是有限公司 我們是法團的團體 看來不會是做樓宇的炒賣的 譬如我們有一間的堂會 就很舊了 就被收購了 我們逼於無奈 我們一定要買回一個會寺 給一些會友去聚會的 這樣 但是它這樣一刀切 就完全是漠視 儲善團體 和宗教團體的貢獻 和財政方面的負擔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一個 考慮的餘地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非常不至的 而且在宗教界 一向對政府 絕大部分 都是尊重 等待 和希望他們聆聽議員的修訂 但如果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實在是 講述一點 好像與民為敵 完全沒有一個聆聽的空間 所以我作為一個牧師 我是非常失望 牧師你才是因為很多教會 你要買新會堂 一定要用公司買 所以變成一定要給BSD 所以變成覺得 今次政府應該豁免 在稅務88條例下 所有的慈善團體 因為現在 事實上 另外有些議員都說 就這方面提修訂 就是豁免慈善團體 牧師 如果你有聽我們 在議案小組 我們所有議員 沒有一個議員 不同意 要給慈善團體豁免 即左中右也同意 全部在裡面 我聽不到一個議員 有聲音 問題是 政府 我們很多議員 我自己有問過 叫他解釋 我又叫他解釋 什麼叫炒樓 怎樣去用公司名譽 就要炒樓 在我的方案 如果我的方案通過了 你們也不用給 只是我說 我們有一個申報 申報要宣誓 如果發宣誓 是犯法的 第二 在這三年內 就是完全沒有賣賣 沒有賺過股東 政府怎麼可以 解釋不到 怎樣去漏洞 但是現在用個人名字 去買的 很簡單 因為你們老實 你就不用 可以找個人名字 然後又可以代表其他人買 這個漏洞 他又可以相信 有些市民 又不相信其他市民 社會不是這樣 政府不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互相信 但是復師 你說的慈善團體 因為我看到 政府就是放風出來 一些局長出來說 為什麼他不給豁免呢 他說現在很多慈善團體 你又說自己是慈善團體 他又說慈善團體 很濫 所以他又怕濫用 梁振英說 所以就不接受這個修訂 如果他這樣看法 我覺得很糟糕 有濫用 但是是不是真的 濫用的情況出現有多少 而實質上 其實絕大部分的慈善團體 或者是宗教團體 他們其實購買匯子 和他們買的地方 甚至乎我們都不是 那些住宅樓宇來的 我們買那些工商業的樓宇 或者商業樓宇 主要是用來做教會使用的 所以如果他這樣的態度 其實他沒有一個 真是去審慎 在這個法案裏面 在住宪團體裏面的需要 用來做審慎 完全是 好像沒有一個很好的審慈 這個條例 有一個修訂的空間 我覺得強調作為一個領導 應該是有一個審慈的空間 聽聽議員的意見 甚至我相信他自己的官員 應該都有意見給他 明白 你不滿他昨天這麼快出來 還沒看別人的修訂 就說不接受 是的 多謝牧師的意見 接著還有下一位聽眾 邱先生 早安 邱先生 早安 郭志仁 早安 我們是其是非其非的石議員 謝謝你 原來你做了13年議員 立法國議員 是的 其實我真的想問問你 就是當之前政府搞這個投資移民的時候 間接地推高樓市的時候 或者我們買不到樓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議員 你做過什麼修訂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想問問你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問你 究竟如果我自己 真是有很豐厚的身家的時候 當我買了樓 我不用管樓價多少 我買了樓 到時候我租出去給別人同我供的 我只要給一把手期出來 其實我就想問一下 基本上我一個人有20層樓 不是沒有這些人 是有很多這些人 基本上來講 幫不幫助到我們 我想問一下石議員 真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但是邱先生 你對於那個雙辣椒 你知不支持他們的修訂 譬如你今次的雙辣椒 還是你覺得政府 好像梁振英那樣 覺得要站硬的 那是對樓市有幫助 我真的很少可禁支持鄭英哥 真是鄭英哥很厲害 真是如果他是站硬的話 我想他 我不是看他回聲 我看他指別 那個民望 因為原因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 真的 這個辣椒 也都是 鄭英哥 是某一種撕裂來的 他很厲害 這件事他很厲害 因為很簡單 一些固有團體出來就會說 很簡單 功能組別 我是真的代我的功能發聲的 但是當有字的時候 其實說來講去 完全都是一件事 固有利 但是石禮謙 有沒有辦法說服到邱先生去接受你的修訂 邱先生我沒有需要 我同意你 為什麼政府 我不是不支持這個辣椒 我是支持的 問題我只是說 我們行使我們公民的權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選擇 選擇權是不需要用錢去買的選擇權 就是用公司去買的選擇權 這個是和鄭英打擊樓市 我們是支持的 所以你說的 就算你說 為什麼可以讓移民進來投資 這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自己政府 無能去控制 所以你要分開看兩件事 另外一件事 你問我做了什麼 我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任何對香港好的事 我都會去做 我在13年來 我是支持政府 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支持者 我看到政府的政策是對的 我就去做 政策是不對的 我就去說 所以你說的話 我是支持的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有些人 為什麼會多買幾個房子呢 這是他的選擇 他辛苦賺了錢來 為什麼不買房子 又很多時候雷曼 為什麼有些人有錢 你不讓他買房子 這個不是一個共產黨國家 要不就是政府的政策很清楚 不准人去買第二間房子 不准人去第三間房子 不是每個人都有錢買房子 你有錢買房子 但是問題是剛才我說的 為什麼樓價會這麼高呢 因為政府高地價政策 政府每一塊房子 過去兩年最大得益者 逢是賣出地出來的價錢是很高 所以麵粉這麼高 你罵 你罵 麵包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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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麵粉櫃 政府是最大的得益者 OK 但是你認不認同 現在香港的樓價是過高 比市民的負擔能力 已經不是現在的了 你還要自從這些辣椒出來 維寧先生 那個是升了35% 為什麼升了35% 剛才我就說了 即是你用2010年開始計算 是的 已經升了30幾% 在這一方面 那個價錢是怎麼會這麼高的呢 你猛罵地產商 那些地產商每一年都是買過12000個單位 但是12000個單位 是因為市場使得這樣做 所以政府 剛才我說 在政府要自己去檢討一下這個政策 你不是忽然間說 你不要說 因為你買不到樓 你用你個人的利益 你還是有香港經濟的利益在那裡 我們如果個個沒有工作 你想像一下 97年的時候 負資產的時候 多少人多慘 沒有工作 又要供樓 現在我們就不是想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只是希望 可以有一個很穩定的經濟發展 穩定的香港 可以令到一個 我們每個人有工做 而是可以由存錢買到樓 這樣去看 如果政府最後在立法會 一個修訂都不提 那你會不會都支持法案 我會支持部分的法案 但是法案是關於慈善團體 或者關於公司那方面 我是不會支持的 因為如果我做修訂 又要支持他的法案 沒有什麼意義的 每一件事 政府是個問題 政府要怎麼去聽 就算是功能組別說 都不是代表功能組別 你不要在這裡扣帽子 功能組別 只是為功能組別說 功能組別 都是香港一份子 都是基本法庫義在這裡的存在 我們提出一些意見出來 就是要扣帽子這樣上去 這不是一個好的 我們是一個和諧社會 誰都有權去講自己的意見 你聽語不聽 是自己的事 始終很珍惜這次你上來 和我們談一下這個機會 很想聽一下 現在市民確實都在受高樓界之苦 你剛才提到的始祖勇者就是政府 他自己也收不少 在地價上 但在這一刻 如果想解決市民這個問題 其實市民不介意用辣椒 或是其他方法 只要能夠幫助市民的置業問題 我覺得市民最重要是解決問題 在這方面 例如你個人 或經文聯合 有沒有一些好的提議 譬如政府剛剛出了長遠方案 策略委員會的報告 譬如你覺得在這方面 政府如果要做事 可以幫助市民 他應該怎麼做 很簡單 政府如果要怎麼做 在這方面 現在有很多發展商 向政府申請 蓋房子 申請改造契約 政府的時間是很長 令到要挺得很長 所以有很多有樓應該出來的 但政府的整個協議 都是非常慢 令到很多應該可以蓋房子 也蓋不到 轉用契約的可以蓋房子 也做不到 所以全部政府自己的問題 但其實我們鬆動了 擦場鬆綁給了一些地產商 不代表他囤積了那些地 或者那些樓 他就會推出市面 他可能都會是代價以沽 等一個高的價格 他都有策略性 所以每一個人批准出來 他有時間限制著 什麼時候要蓋房子 所以一般市民 就不清楚這件事 所以全部蓋房子 要有守規有矩 有時間限制著 什麼時候去做 英文叫做BC Period 限制有五年的時間去 你看到有很多樓宇 現在一直推出來 市場會帶動價格 但是當市場帶動價格 政府控制著那些地 大多數地是政府控制的 所以政府控制的地 是在高地價政策 影響整件事 其實香港究竟是有地 還是沒有地 你作為地產界 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不覺得香港沒有地 香港你看有很多農地 已經是很多人拿著的 你可以有很多農地去做 有很多方法給政府 政府要去做 要聽還是不聽 是政府的選擇 現在最熱門的交野公園 實議員怎麼看 是不是應該拿來蓋房子 交野公園 現在沒有說要蓋房子 陳局長說 聽社會的意見 為什麼不可以聽 現在我提過修訂 政府也不肯聽 所以我就這麼激烈 你的意見是怎樣 對於交野公園 我當然希望不要用 但如果需要研究一下 現在聽一下情況是什麼 我開放的 那個態度 好像梁特首說 我有開放的態度 今早就麻煩實力圈上來 和我們談過商辣招 最後有沒有什麼總結 在整場仗 現在和政府打仗 我不是和政府打仗 平常我都是一個建制派議員 我很希望政府 可以從一個開放的角度去看 每一件事 聽市民的意見 不是需要去做 但聽完你去分一下 分一下 分一下 整個情況 是不是對 與不對 對香港經濟發展 對香港市場發展 我們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們有基本法 我們有我們的經濟運作 不是因為市民的聲音 好像有些人說 要打擊樓市 打擊樓市 是怎樣去打擊 打擊的深度很長 好像昨天特首都說得很清楚 他說如果有樓市一泡沫 那時候影響了整個香港的經濟 我同意 我們不想見到8萬5個期間回來 或者8萬5個是好 我不知道 但在那時候影響得很大 但當你是可以禁樓市 可以禁樓市 是很容易的 做幾個辣椒就可以 但當市民一出了信心 樓市即時好像放錢在銀行 一旦沒有了信心 就是整個無底心談 所以我們是不想見到 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希望微調一些辣椒 我不是反對辣椒 但如果他最後真的不接受 那你們經民聯會不會投反對票 對政府原裝方案 我不需要打輸 預計了一個策略去打輸仗 我沒有想著我會打輸的 打輸的時候我會想到怎樣做 可能政府就是因為你這句不肯收定 如果你現在強烈一些 可能他會考慮大一些 不需要大家強烈 他又強他又強 永遠是沒有妥協 政治就是妥協 我就希望政府可以借這個機會 好好聽 看看我的修訂是什麼 對整體經濟的發展是什麼 對市民的影響是什麼 這樣才是一個文明的政府 好 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政府怎樣回應 今集麻煩石議員 謝謝